大家好,我是Paul,又到了週五了 來,週五到週五,英文起讀 週五太興奮了 所以這邊兩篇齁,那一篇其實超爛的 有一些字可以學啦,可是超爛的 這一篇叫Stacy's Mom,所以我沒有把它當成是 我有把它當成是標題,因為它的標題比較好聽一點點 Stacy's Mom,這事實上也是一首歌 那歌我們就不聽了,因為版權問題 那Stacy's Mom在講什麼東西 我們先看下去,他說的是 Mike gets his reward for a good deed 這個 deed這個字就是你對人家做的事情 OK,事情 good deeds, bad deeds,你做好事做壞事 deed,這樣 所以他做好事情,他得到他的回報 好,所以 I only came around,我把它變大一點 我先把它讀完齁,我們習慣心先把它讀完齁 I only came around to help my girlfriend Stacy move some boxes While her dad's out of town Now Stacy's gone, but I'm still here You look up into my eyes and ask Wanna go again? I nod as you climb on top I groan as you lower yourself onto me The headboard bangs against the wall as you ride Your large breasts bounce and sway You squeeze your legs around me as pleasure rips through you I groan as I erupt inside We collapse, spent once again Wow,Stacy's mom really has got it going on 結束 好,為什麼說這篇爛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錯的那種文字上的描述啦 說實在的 只是他就 沒什麼鋪陳說實在的 他就是一個平鋪直樹的故事 然後沒有任何的文字上那種轉折或幹嘛的 好,anyway,再看一次 I only came around 這裡這個come around的意思就是visit 基本上 所以他為什麼會來找Stacy 所以 come around came around I only came around 我來 I only visit to help my girlfriend Stacy move some boxes while her dad's out of town 所以搬一些盒子 搬一些箱子 幫忙搬箱子 那他爸爸是out of town 所以這個out of town的概念 我們可以多補充一下 難道一定要town嗎 你如果住在台北City 高雄City 泰沖City 然後你今天不在台北 那你要說 oh I'm out of city 會嗎?不會 你還是會說out of town 因為out of town就是一個很普遍的用法 就是說你現在離開了你所居住的地方 就叫做out of town OK 固定喔 你真的不太能夠換其他的事 你不能換成city 你不能換成village 你不能換成county 就是縣 就不會就是out of town 那既然有out of town 有沒有in town呢 也有 那什麼叫in town 就是我來到你居住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住台中 我說我下禮拜會去台中耶 你當然可以說 hey you know I'll be in 台中 next week do you wanna come and hang out 可以啊 可是你也可以不說 I'll be in 台中 next week 你可以說 嘿 假設也是Stacy好了 hey Stacy I'll be in town next week I'll be in town next week 就是我會在你在的城鎮 你在的地方 我會下個禮拜會去造訪一下這樣 所以這樣說就夠了 所以你沒有一定要把那個地名講出來 你直接說 I'll be in town 就真的可以了 所以這個稍微知道一下 town這個字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用法 所以這邊講了他的爸爸out of town 懂了 Now Stacy's gone 那現在Stacy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去上學 I don't know But I'm still here 所以Stacy不在 但她還在呢 出現了一個you 是誰啊 不知道 所以you look up into my eyes and ask 所以你看了我的眼睛 你抬頭看了我的眼睛 然後問 要不要再來啊 Want to go again 要不要再來一次 I nod as you climb on top 所以Nod就是點頭 所以我點頭 當你爬到我身上來 所以climb這個字應該沒問題 爬到我的top I groan as you lower yourself onto me Groan就是 Oh Oh Groan這樣子 所以你去按摩也可能Groan 醫生打針也可能 Oh Groan這樣子 所以Groan這個字不見得一定是那方面 總之就是發出一色咕嚕聲 這樣子 所以I groan as you lower yourself onto me 所以 當你把自己降低到我身上 你大概可以想像的畫面 The headboard 床的那個床頭板 就叫做headboard 那你知道兩個人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床頭板會撞到牆壁嘛 咚咚咚嘛 對不對 So the headboard bangs against the wall 所以bang就是撞 應該沒問題 Headboard這個字我打在這裡 OK 所以當你在騎著我的時候 As you ride 沒問題 Ride的OK啦 Your large breasts 所以知道這個人 他的胸蠻大的 Your large breasts Bounce就是彈跳 Sweigh則是搖擺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的胸 彈跳著搖擺著 畫面還蠻有的 Sweigh這個字我們之前講過 我還記得有一個 誰不知道回了我一個 我們下面的留言 我說 我們講說這個 候選人想要來操弄民意 所以我們會講 Sweigh public opinion 有這樣的一個詞 所以 一個候選人登了一個什麼廣告 是為了要來 Sweigh public opinion 所以Sweigh就是把它擺當 所以搖擺民意 搖擺到我們這邊 搖擺到哪一邊 Sweigh這個字可以這樣 那他在這邊用的Sweigh 是他的胸部 都OK啦 這個字這樣用也是可以的 好 然後呢 他就擠了他的腿 So you squeeze your legs around me 當愉快 歡愉這件事情 rip through you 這個其實句子不差 所以也就是當女生到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當pleasure rip是什麼意思 rip有好幾個意思 把一個東西撕爛就是rip so you can rip a piece of paper 那我也看過人家像放個屁 也可以是rip one out OK rip a fart 大概不會叫fart rip one 這樣子 OK 放個屁 那我如果沒記錯 好像我們講到抽一口電子煙 也是用rip一下這個字 像一般講那個抽 真的香菸的話 you take a drag 你drag一下 take a drag 不會當動詞 當名字 take a drag cigarette 那但是抽電子煙好像是rip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愉悅 pleasure 就rip through他 大家可以理解 那在這個時候 他夾著他的 他用腿夾他 那然後這個男生也來了 所以他用了另外 剛的grom 那grom 是什麼 grom 是比較大力一點的叫 大概是 OK 所以I grom as I erupt inside erupt就爆發 所以火山爆發也是用這個字 erupt 然後inside你懂了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他們兩個呢 就攤掉了 垮掉了 collapse 就是這個概念 spent這個字 你可能只會 欸這不是花嗎 不是喔 當一個人精力已經用盡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spent這個字 其實 OK 所以我如果就今天寫個例句好了 就 所以 我就寫個 I am spent 什麼意思 我被花掉了 就是我類弊了 OK 我記得曾經有過一個 就林書豪在林來風那段時間 曾經有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中 其實林書豪很會流汗 而且亞洲人流汗看起來很清楚 你知道嗎 我現在有點種族歧視 不是我講一個觀察吧 黑人流汗有時候看不太出來 因為太黑了 所以亞洲人流汗 哇 然後白人流汗有時候也看不太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亞洲人流汗 就特別的晶瑩剔透 全身在亮 你知道嗎 林書豪全身都汗 然後這時候 那個播伴就說 Germy Lin looks spent 我就把這句寫一下 我不要寫 I am spent 我就寫 Germy Lin 林書豪 looks spent yeah 看起來他就是已經累垮了 looks spent 結果沒有想到林書豪下一次 下一球接到 噗一下上來 然後得分 然後那個播伴就說 Guess not Guess still he still got some left in the tank 所以他在這個 他的那個油箱裡 還有一些流著喔 還沒有用光喔 所以 可以用spent可以這樣子用 好 Anyway 所以 這邊講 we collapse spent once again 所以又一次 雷垮了這樣 然後最後就講了 喔 Stacey的媽媽 真是 has got it going on 這是個特別的片語 If somebody has got it going on She's got it going on 這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給你看的話 就表示這個人很迷人很棒 OK 身材很好很漂亮這些的 Just got it going on 這是一個固定的用法 所以他講 喔 Stacey的媽媽真是正啊 大概就這樣的意思 這故事就很爛啊 然後你知道下面的留言 就真的 毫不客氣 OK 所以enjoy the beginning 前面還蠻享受的 然後希望可以讀一些其他的 然後下一個人說 trash OK 直接怕這個是垃圾 好啦所以這我們看第一篇 來再看一篇 這篇也沒有太多的深字 說實在 所以他的 標題叫 together at last 這個at last 就是終於的意思 at last 所以這個標題叫 終於在一起 OK 終於在一起 那為什麼叫 終於在一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先把它讀完 Alone held passion is consummated 這consummate就是 consummate這個字我最會是看到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冰雲火之歌 然後你知道裡面有個矮子嗎 我現在有沒有劇透 啊這劇透這麼久了 透了沒 無所謂啊 就 裡面那個侏儒嘛 那個侏儒後來不是結婚嗎 然後我們要真正進行 實施我們婚姻該做的事情 就是要發生性關係 他就這樣 We need to consummate our marriage 所以consummate這個動詞 就用在 你看接一個marriage 就是我們好像真的應該 完成我們結婚該完成的事情 所以這個 一個long held passion is consummated 當然你就懂了 他們一個保留很久的一個熱情 終於被 consummate了 好可以了 先把它讀完 我們做了 現在 我已經想要你 已經開始了 我們第一次見 年紀後 說 Carol reaching out 它沒有感覺 它沒有感覺 我一直想要你 也很想要你 他不斷了 他不斷了 她後面 她開了 她的肩膀 她的膀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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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Oh so much better 雖然文字上也很好 沒有說雖然 對不起 文字上也很好 跟剛剛那個用的都 算是很精準的描述畫面 可是它的故事性棒很多 好所以 Let's do this now 現在我們來做這件事 I've wanted you since we first met years ago 我好幾年前 遇上你的時候 我就想要你了 said carol 所以這句話是carol說的 我們現在來做吧 我好幾年前就想要你了 I've wanted you since we first met years ago 那這時候 除了說之外 她還reach out to touch him 所以她手伸出來摸他 那不再覺得錯了 it no longer felt wrong 表示先前這件事情 是覺得是錯的 聽懂齁 OK it no longer felt wrong I've always wanted you to he whisper 那whisper就小小聲說 所以她小小聲說 我也一直想要你 注意你看用現在完成式 表示我一直想要你到現在 現在還想要 OK 雖然說我急進要得到了 但我就是還是想要 he undressed her slowly 所以她開始把她衣服脫掉 she lay back 那這裡的lay用的就是正確的文法 OK 因為lie這個字 過去是lied 然後 過去分詞還是lied 這個叫說謊 OK 片 那我這裡稍微做一下小整理 可是如果你的lie 過去式是lay 然後這邊是lane的話 叫做躺著 OK 躺 那最後一個 如果這邊是lay laid 跟laid的話 這個叫放下來 所以這三個是高中生很容易被拷到的 你要稍微真的記一下一下 否則你很容易被騙到這樣 我大概是這樣子記的 你看lie這個字 他是lie lie lie 他是唯一三個字裡面 沒有說謊的 沒有騙你的 因為他三態 都是同一個字變下去的 所以他是 這三個裡面唯一的一個 規則變化 所以lie lie lied 雖然他的意思是說謊 可是他是唯一沒有說謊的 那躺則是 你要把 lie 還是lie 只是中間這個 就變成了lay 這樣子 所以過去式是lay 他有騙你 那很討厭的是 lay的過去式 就是 躺的過去式 又是放下了現在式 所以這些同學 容易被考到的地方 我把這兩個稍微 畫我的底線給你看 OK 所以一個字的現在式 是另外一個字的過去式 好啦 anyway 所以我說他這裡沒用錯 she lay back 他就往下躺 過去式啊 很OK吧 and open her legs 腿打開了 showing him 給他看 他的her multent core multent core是什麼 multent就是那個 火山熔岩的那個 熔調的概念 所以有一個詞 叫multent rock OK multent rock multent rock multent rock就是真的是 熔調的岩石 我找一下給你看好了 這就叫multent rock 這就是石頭本來 然後只有地熱的關係 石頭都變成了岩漿 所以岩漿啊 這個字就可以叫做 就叫它migma OK 你叫它lava也行啦 這樣子 這岩漿 lava是岩漿 然後熔調的岩石 multent rock migma 這幾個字大家就認識了 好 所以 那你知道multent core 在形容什麼東西了吧 right 給他看他的這個 core 是核心嘛 所以這個火山 核心中的一個 好概念 he caressed her gently 這個caress就是撫摸她 所以他很溫柔地撫摸她 then hovered over her hover就是 在空中飄著叫hover 所以他就在空中這樣子 在他的上面蓋住她這樣子 hovered over her his hands holding hers down 他的手 而且是複數 his hands 他的手 男生的手吧 女生的手 hold down on the bed 所以他把他的手 按在床上 這時候他卻迟疑了 he hesitated 為什麼 也不要先問為什麼 he hesitated 那逗點以後 又接了一個這個分析句 poised poised這個字 好好講一下 poised有這幾個意思 就是你的狀態是很正經的 很優雅的 很不忙亂不慌亂的 就是poised ok 另外一個意思 敘事待發 so 當你說 we are ready to go 也可以說 we are poised to go 這是ok的 這個敘事待發的意思在字典裡面 被排在比較下面 可是他真的有這樣的意思 when you are ready to do something you are poised to do something ok 那另外兩個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正經 並且是很優雅的正經 這個用法 我應該把這兩個 合在一起 我覺得更精準 所以優雅的正經 叫做 可以用poised 還可以有另外兩個 就是composed 跟self-assured 對自己感到很確定 所以你就是處於一個不慌亂 不忙不亂的狀態 那你就可以說 you look very self-assured you look composed you look poised 那composed這個詞 還可以來多一個名詞 composure ok composure 像如果說你今天 舉個例子好了 你因為考試考了爛 結果在班上大哭了一陣子 哭完之後發現也好了 所以 然後 哭完之後你可能就 冷靜下來了 you gather yourself you regain your composure 然後笑著對大家說 下次會考更好的 這句子好爛 但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composure 有時候前面 就你知道是 慌亂掉 然後現在你重新 回到了一個正經的狀態 前面可能用一個動詞 就 regain ok regain so you regain composure 所以composure就是 那種名詞 就是你是優雅的正經的狀態 好 ok 所以這裡的是 他這裡是敘事待法 so he hesitated poised at her threshold 這個threshold 就是你知道 像 像我們講說那個 那個 一般家裡面那個門 之類的 尤其廁所 它會有一個高起來的地方 讓 加上你洗廁所之類的 那個水不會流到 室外來對不對 室就是廁所外來 我的意思是 所以那個就叫做threshold 其實 ok 所以那個能夠 中文要怎麼說 threshold這個字 我突然間有點卡住 我會先找一下中文要怎麼講 我找一下 threshold 中文 他用門檻 就門檻 好啦可以了 門檻 所以一個東西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 界線跟什麼水準 發入口 我覺得這個更精準一點 只是 像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給你看好了 就我們 好像還是可以用門檻說 像例如說 你想要進 你想要進 台大醫科的 那一般來說就是 學生要考75幾分嘛 所以那就是一個threshold 那或許 牙醫的分數低一點點 那他的門檻可能是73 那 那也叫做threshold ok 所以還是可以用中文門檻來翻 那就ok了 算了 好所以這個字 稍微說一下 那你大概就懂這個概念 他剛剛就是在 處於一個 他的門口 意思是 所以 準備囉 要插進去囉 好門口 然後這時候 Are you sure you're ok with this? he asked Glancing aside 這句話可以看出一點有趣的端倪 你確定你這樣是ok的嗎? You're ok with this 就是我要跟這個Carol做愛了 他問了 而且他看的是 看旁邊耶 Glancing就要看一眼 他往旁邊看了一眼 怎麼會看旁邊呢? 這時候多了一個女生出來 最後一段 Kate 誰啊 所以Kate微笑了 she wrapped her hand around her husband 她把她的手 wrap在她老公 她寫的是her husband 但我相信她老公有雞雞啦 ok so she wrapped her hand around her husband 然後steer就是導方向 所以方向盤可以叫做steering wheel 你知道wheel是輪子一圈東西 所以控制方向是steering wheel 所以steer就是導方向 所以把他導方向導到哪裡 導到他很感激的姐姐還妹妹sister裡面 所以你知道他們發生了一個姐妹的三人行 ok 所以這個故事到最後才來了一個 我們說的 笑話來說這叫punch line 那他們這個故事也可以叫做punch line 就是一個爆點這樣子 酷喔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故事講完 好 呃 我覺得時間講得有點長耶 可能就不複習了 好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我是Paul 我們下週見